下过雨的夏天吧 妈妈说你那么多衣服别买了 女孩一直求妈妈 但妈妈就是不让买 但女孩还是很想要JK制服 所以她决定用自己的钱来买一件 她妈妈发现她少了300多块钱 于是去找女孩 接上集她妈妈去找女孩 妈妈问为什么你的钱少了300 女孩说因为上次我的铅笔盒掉了里面 很多笔都不见了 所以我去买新的 妈妈相信女孩所以就没再多管 有一天女孩的影片上推荐了 她变得很红 她一直拍影片 但女孩只有一件JK 很多粉丝都说可以换别件吧 每次都穿着件 但女孩没钱 她突然想到了她还有红包3500元 接上集她突然想到还有红包钱3500元 女孩直接买很多件JK制服 但她为了以防万一留了500元 因为女孩她每天一回家就拍影片 所以学习退步很多 女孩的妈妈跟女孩说 如果这次考试没有考90分以上 叫要扣红包钱 她以前都考很好 女孩觉得她一定会考很好 所以她没有多管 结果这次考试她考了74分 妈妈有点生气 妈妈叫她拿2000千元 女孩很紧张 跟妈妈说我只剩500元 妈妈说为什么少这么多 前几天还有3500元 女孩说因为上次买的笔很贵 我用300元只买了两支 我这次又买了很多比较便宜的笔 但这次妈妈半信半疑 妈妈说那你把笔拿出来给我看 女孩慌了 这时女孩想到 未完接上集 这是女孩想到 上次用点数换了很多支笔 她去那笔来给妈妈看 她的妈妈相信了 但女孩没钱 这时女孩的闺蜜 传录讯息给女孩闺蜜说 这是你吗 女孩说对啊 这是我 闺蜜说你怎么这么多JK制服啊 女孩觉得闺蜜会保守秘密就跟闺蜜说了实话 闺蜜说你下次要买的时候也要买我的 女孩说哈 为什么要帮你买 你可以自己买啊 闺蜜说你不帮我买 我就跟你妈妈说 女孩觉得反正我们是闺蜜买一件而已 而且以后一起出去玩也可以一起穿 所以女孩答应了 这次女孩直接把红包钱花光了 结果有一天闺蜜又说我要JK制服 女孩说我现在没钱以后有钱再帮你买 闺蜜说好吧 有一天闺蜜突然来到了女孩家 未完待去 街上集闺蜜来到了女孩家 女孩说额 你怎么来了 闺蜜说我是你闺蜜你不欢迎我来吗 女孩说没 没有啊 这时女孩马上冲往房间想把JK藏起来 闺蜜看到了女孩在上JK 闺蜜就往女孩的妈妈那喊她有 闺蜜还没讲完话 闺蜜的妈妈就走进女孩家 骂闺蜜说作业都没做完就出来晚走 快回家写作业 女孩松了一口气 心想但这样 闺蜜以后看到我新的JK制服 还是会跟我要 所以女孩马上封锁闺蜜的抖音和微信 但女孩没钱买新的JK 女孩突然想到了一个邪恶 街上集女孩突然想到了一个邪恶的主意 就是偷保姆的钱 女孩在保姆主犯时去偷看保姆的银行账号 她从手机登入把保姆的钱转了2000元到自己的手机 保姆发现自己的钱少了2000千元 觉得很奇怪心想 应该是女孩的妈妈少给了薪水 就去找女孩的妈妈问女孩的妈妈 也觉得是少给了那2000 就这样 女孩一直从保姆的账号里的钱转给自己 然后一直拍影片发到抖音 而且女孩是一个大网红了 保姆的钱也一直变少 一天保姆和妈妈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就去报警 因为那个警察没有很专业 而且也不认真工作 所以她就说应该是你把钱转给保姆时没看清楚 几天过后 妈妈越想越不相信那个警察说的是真的 妈妈怀疑的人是女孩 微微 接上集妈妈怀疑的人是女孩 当天妈妈跟女孩说我等等 要去帮你打扫房间窝 女孩慌张的跟妈妈说我 我的房间很整齐了不用打扫 而且不是每次都是保姆帮我打扫吗 妈妈看女孩慌张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事 妈妈跟女孩说你干嘛那么慌张 不就只是打扫房间 女孩没回应 妈妈走进女孩房间还没看到衣柜时 老板就打电话给妈妈了 老板叫妈妈马上去公司接待客户 妈妈只好先去公司 女孩松了一口气 马上把JK都放进一个箱子里 但女孩放的箱子是妈妈叫保姆丢掉的箱子 当天保姆要丢箱子前有发现里面有东西 但觉得是妈妈叫他丢掉 所以保姆就直接丢了 女孩悲痛万分 最终套楼身亡完结洒话 哦好嫩